在南北政黨協商後的一天 台灣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也都經辦發表政見 只是前一天的協商結果 令民眾黨的支持者難以接受 認為讓步太多 但不僅是白營支持者不滿 也有傳出柯文哲推翻民眾黨集體的決策 獨自拍板令她的幕僚非常憤怒 黃珊珊、陳志涵請慈後獲玩留 而歐文哲的決策急轉彎 引發外界關注背後有否中共因素 針對民眾黨不分區立委的可能名單 近來深陷統戰爭議的新住民發展協會理事長徐春鷹 昨天也有列席柯文哲的政見記者會 她在會後表示已經遠距不分區提名